Hello 我現在赤腳爬上山頂的寺廟 我要慢慢爬上去 這裏是沒有路的 應該是一個古路 還有一塊岩石上面的寺廟 其實不算很高 大概幾十米左右 但是後面的風景很棒 我覺得上面的風景應該都很不錯 超美的風景 赤腳走上來 然後上面沒什麼草 基本上是一塊很大的岩石 然後就很辣腳 所以知道走得有點辛苦 這裡有個小鳥玩水 超級美 這裡有個水池 我現在走到後面的一塊岩石 風景真的 下面應該全部都是稻田 好爽 有一點歇歇的 日出日落應該都可以看到 因為這邊可以看日落 走到石頭的另外一邊可以看日出 我覺得這邊已經是日出的地方 其實日出日落這裡都可以看到 我後面這個就是山頂的佛塔 寶塔 應該叫寶塔 那就是傳放謝利子的地方 一個不太大的寶塔 但是可以看得出是有少少歷史的 這邊平時會有些猴子上來 我看到一些猴子 因為會時不時有人上來供奉 就會放些水果 花 那些猴子就會偷來吃 那些猴子是會吃花的 花飯 好神奇 這裏是一個十分之不錯的景點 那如果大家過來探加拿玩的話 是不妨過來這邊 抽幾個小時時間去這邊 因為這邊不是遠離市區 那今天到此為止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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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